光顏的發光巨龍 點亮苗栗苑裡鬼門關夜市 兩側攤販掛出燈光招牌 中間黑壓壓的逛夜市人群 幾乎被推著往前走 鏡頭拉遠圍攻路區的近300個攤位 與天下路110個攤位 約400個攤位進駐 封了6條街管制 形成緊自行登海 還不錯 還可以再更好 做感就擠嗎 就盡力做 還是要做手 每一攤都有賺錢 我覺得如果是可以撩多少錢 來辦這個活動 讓大家賺錢 其實也沒什麼不可以做 這樣也很好 生意豪的近賬一到兩萬 差一點也有七到八千元 粗估四百攤總營業額達四百萬元 2022年以馬卡龍漂浮傘 吸引眾人打卡 今年街邊掛起彩色水母燈 反應兩極 覺得說年輕 代表年輕 所以我是覺得就說 這兩種的那種的設計 我覺得都很OK 會有幾個人來拍照 至少就紀念一下 夜市約在十三號晚間 九點半畫下句點散場時 遠離火車站被擠得水洩不通 擺攤的街道上 一群志工默默出動 整理約一到兩個小時 還有志工累到掉點低 總算把街道恢復乾淨原貌 也讓民眾不禁豎起大拇指 稱讚很有效率 滾門關夜市被當地人形容 像台版神隱少女市集 不少網友哀嚎 人太多進不去黯然作罷 想逛夜市只能再等一年 3D新聞 張乃志 黃孟真 S日小組 苗栗報導